又是这个强盗爆炸 队友夸到羞羞的 LSP职业为国药 开局嘛 就是常规的哄开 可以看到我们的亚瑟 直接就是带着惩戒 去对面偷篮去了 说明这小子很懂套路啊 俗话说 自古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所以这局八成是稳了 那我们这里刷完篮 就可以帮他去收一波冰线 我猜得不错的话 吕布这个时候 应该是在打王吧 诶果然 一技能直接收掉他 二技能走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亚瑟打王对面的蓝之后 赶回来了 这边直接配合亚瑟收掉旅目 这样一来 基本我都不用刷到上半野区 都可以升到四级了 你们看 这个分断的小年轻 就是这么喜欢的牙姿地包 那这个蓝buff的小团战 肯定是跑不掉了 除非这蓝我不要了 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 直接就是一套小年糟 打残蓝朋友 好家伙直接把我推走了 好在我早有准备 这个蓝是我的 这个蓝也是我的 一个大招拉回 好 我一个玩鸟的 还追不上你跟卖鱼的吗 好家伙这春夫还想救这个蓝 原来 这个世上 真的有爱情啊 要不 我放他们走吧 呃 好家伙 看来我们的鲁巴 也是条苦咪的狗啊 这边怎么是玩着的鸣鸣之后 我一股作忌 收掉了他们的鸡尔 再一股作忌 捣毁了他们的上路防线 果然 与孩子有了新男友 就一定会忘了旧男友 那如果我再来找你的新男友呢 果然 我们的后裔 在他的眼中 只是个前男友 一看我这都走了 他还不忘给我补了两刀 朋友们 这才叫真爱 为了让后裔使了这条心 果然 这小菜是投业不回的就走了 然后这春夫还想搞笑 他以为他血多皮后就可以压自我 直接上来就是要过来个爱的抱抱 可我是谁啊 我叫药 浩元苗 兴趣向 嗯 我直接就是个好家伙 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小山桌街街场 吕布教的新男友遇在潮中心勾起了之事 结果被貂蝉抓了个正着 于是虎便上演了这出 有蓝的吕布 家暴了没蓝的貂蝉 这气得我就是直接一个路见不平 偷见相助 没啥 以后别跟吕布了 跟我吧 我没有蓝 我也不需要蓝 二位好汉 爱情自重 小弟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收到 嗯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在我死了两次之后 这局比赛就变成了逆分局 当然又好在我又及时的复活了 都说兵马为动粮草先行 这次我是以有贝而来 直接就是一个恶技能突连 一套龙爪剑带走他们的奶拉 断了他们的蓝草 让他们无奈可吃 就在我欣赏春风和绿 逃跑时帅气的背影 的时候 敏锐的我 撇到了小地图上一个 鬼鬼祟祟的身影 原来是我的男朋友 直接上头了 想一个大就直接要了 乳班的小蜜 殊不知我反手一个小回弹 反要了他的蜜 你看 这波看绪这个年轻人 是在搞偷袭 但实际上是我这个老江湖 来骗 来偷袭这个小年轻 这不好吗 这好 众所都知 要这个英雄 在不贵的玩家手里 那就是和下师傅 近师傅 一起齐名的刮杀三杰 传步技能暗王 刮出来的够 可能还没有一定米大 之所以刮得这么不痛不痒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 找到刮杀的技巧 其实刮杀是一门学问 好的刮杀师傅 他不仅能让你排出体内的毒素 还能起到保健的作用 不仅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 皮肖肉厚 更能做到 持续长久 稳定的输出 这不好吗 这很好 你像这个药师傅 他就可以约一技能进行直接刮 或者三技能间接刮 然后在其过程上搭配 戳 点 调 放 四主手法 不说能把对面刮到干肠寸断 但起码也能把他们半条面都刮得磨得 所以说 大家请不要对我们的刮杀师傅 有什么误解 刮得不痛不痒 那是因为你们的手法不对 而不是我们的刮杀师傅 有罪 咱们的通过 会议 我们的手法 也能够 帮助 谢谢大家 非常好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